落滿冠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第七場賽事 三級賽1200米 沙田銀瓶 準備 還差一點 好了 王琦也舉起馬 隨時起步 好 你一跳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平排出閘 前面快的馬 就是這隻維港智能 放在前面先放 外面位置很眼光 黃衫第三位 有金鑽貴人 內蘭第四 八千絲 粉紅眼罩第五位 就重組成名 坐在後面的馬 進馬風彩 速遞騎兵 暫時殿後 是那匹落滿冠 轉香港體育樂園彎 一對馬放 前面就是維港智能 在外面是很眼光 轉歸人 已經咬住第三 第四位有八千絲 第五位粉紅眼罩 重組成名 後面三匹馬 速遞騎兵 進馬風彩 暫時帶墮後 是那隻落滿冠 轉彎入直路 外面很眼光 一直壓住裡面的維港智能 第三位就是這隻金鑽貴人 坐在後面 中檔位置八千絲 在入面撬位上來 還有白心速遞騎兵 外面追的是重草成名 最後二百米 前面維港智能 佔先一點點 金鑽貴人沿著中檔逐步推進 外面上來還有重草成名 接近中點沙田銀瓶得主 金鑽貴人 贏得相當輕鬆 跑第二名 維港智能 第三名是重草成名 第四名速遞騎兵 結果這隻金鑽貴人 成功贏取一季裡 八輪的頭碼 至於出道以來 已經合共 贏了十三場頭碼 這場沙田銀瓶 一樣贏得輕鬆 又的金鑽貴人 再展現短途馬黃鋒飯 重磅照贏 1.4倍 潘頓 第二名7號的維港智能 田泰鞍 第三名4號的松草成名 何摘曉 第四名就是沙漠速帝騎兵 捱到了 維港智能上到來 三級賽 都可以入到Q了 讓你二十磅 好眼光都辣辣他的 他就好眼光都很好 暫定名字1號7號4號3號 今天兩隻十多元 順利贏了 三級賽 一個是八折 紅組成名也上名 也追得很多 我們 團隊也做了動作 那種點 那種都很興奮 看見他 一級賽也沒有這樣的動作 拍馬一頸 金鑽貴人 捱完這場一個是8分 港智能也要去跑 要一定過你的 這個階段也應該還是過你 判盾這十幾元危險 今天贏了兩隻十幾元 不過不要只贏了兩隻十幾元就行了 希望 好棒 我們會開始操作爭執 他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鞋子 他一定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鞋子 看看預計派賽 跑第一名一號金轉季 獨贏派十四個半 位置派十個一 跑第二名是七號維港智能 位置派十五個半 跑第三名是四號重草成名 位置派十七元 連贏位一搭七派二十七個半 二重賽一號七號順序派三十五元 三重賽一號七號四號順序派一百一十元 單T派三十一元 位置派一搭七派十六元 一搭四派十八元 四搭七派三十一個半 跑第四名就是三號的速遞騎兵 搬頓有沒有再做 瑞克又跑珠峰錦標 很高獎金 加了二千萬元 奧子去到 初初說不打算跑 然後馬上又加了 三加一預計派彩拉勝出A1隔夜 熱門派十四個半 當然他有日本暖和馬錦標選擇的 就是十月的時候 四連環預計派彩拉一號三號四號七號派十七元 四重賽預計派出A1號七號四號三號順序派三百零四元 但是珠峰錦標很吸引 那個獎金 也是難力馬場 又轉場 今次的人都跑慣又轉 拿得一隻這麼好的短途馬 你看 挺開心 兩個寶貝又在等位了 今次又是 一人一場三級賽嘛 當然要贏了兩隻才行 對 好 把馬主抵了 輕輕鬆鬆的撿起沙田銀兵 只是塞了一場短途錦標而已 真的慘了 那場真的要贏了 對 勢力很好 都贏了 只剩下三冠短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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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次恭喜勝出的馬匹和騎連 巡代影片也是相當順利的這隻金串貴人 一出閘守著的靚位 前面維港智能都是預計大 外面慢慢近來就很眼光 中檔位置八千絲有些白臂糧的馬 另外外面就重組成名 鮑美的三隻進馬風彩 尾二就由速遞騎兵 鮑美也不太跟得到 落滿冠 速遞騎兵也算順暢 尤其是捉到暖龍也有 埋杜娜跑落也不錯 前面是一對走 其實維港智能都算好 你受陽很眼光十磅 你現在回來也跑陽很眼光 不過這個階段可能不是很銳 潘頓正 拖一拖等你報名遮遮遮 你先走一段 按著都已經移上來拍著你了 看來不像是135磅 你感覺好像平磅 很輕磅 他的姿態 真的搖來 速遞騎兵跟著他也上跑線 隔離重組成名 今天也是前一點 跑得好一點 很難追 速遞騎兵 後來不斷移 也沒有辦法從哪裏打下去 第七場都福幫員不派彩作實 外置Q1-7派16元 1-4派18元 4-7派31.5元 組合讀人3選出A1 隔離熱門派14.5元 2從賽1號7號順序派35元 四連環1號、3號、4號、7號派47元 四重彩1號、7號、4號、3號順序派304元 馬寶派賽了,頭關4號、尾關1號派294元 頭關4號、尾關7號、安慰獎派99.5元 分斷時間頭點23秒73、第二段21秒72、末段22秒55 總時間1分08秒,比標準時間快3線半